所以从这几点上来讲 他和中国队就形成了很好的抗衡 能够上电视直播 所以他的经验比较丰富 跟这个也有很大关系 漂亮 有的时候看波尔发球 他有一个假动作 有的时候他在发那个 就是他这个翻 我们要的是精神状态 当然也希望今年能够夺得冠军 漂亮 今天把剑比得非常完整 这样翻过在第一句的比较 这样波尔栽需要加强 这时候跟5位15相比比较多 漂亮 这个东西就不要想怎么偏是我的球 到我这就擦往他边 比较大的一个缺点就是说 他就机球的时间偏晚 激活现在领先三分 这样完全解决 你看这个球又是半高 又出现高球 所以他后面的球就比较被动 打起来 除了刚才 白短 非常好 漂亮 方博的保护 保护正手 半高抛球 波尔揭发球 逆旋转 好的 这个球揭得又好 对揭得好 可能就会 情况就会好一些 你看两个揭发球 方博揭得好 前头一直揭得不太好 后头关键时候揭得好 这样11比9 形成了一个整体 波尔揭的时候 有些球迷不仅让波尔签字 还让他签字 他在出手前的一瞬间 还有一个变化 这是比较忙碌的 这样波尔把比分呢 接的好 接的好 你看这两个大球 摆的还是偏高 不好 这个发球接的好 大家看 推一下 突然一下往前 进前转了 漂亮 倒掉 漂亮 这次的落点非常好 动作 倒掉 接的好 好球 又打回 我先拉起来 都用正手 走 好球 方博这球打得不错 变化也是比较快 波尔这个回头 照的是非常好 现在波尔发球 对了 漂亮 再来 再来 结果这个球是拉出界了 步伐没有完全跟上来 这样也可以说 激出了波尔一身冷汗 最终波尔还是取得了胜利 险胜 这双硬行目前是1比0 领先一鲁能供电装备 好 观众朋友 稍后我们来看第二盘的比赛 就是张继科对马迪